这是关于HyperPLC的一个简短介绍 HyperPLC是PowerIntegrations最新的功率转换控制IC 它是为平板电视、大功率工业控制应用、通讯和LED路灯照明而设计的 此外,它也是80%以上效率、80PLUS Gold、PC电源和伺服器电源的理想选择 从这个框图我们可以看到 HyperPLC包含了PFC控制器、LLC控制器和LLC半桥上下桥壁的驱动电路 这是RDK189参考设计电路板 这是一个应用于LCD电视的225W的参考设计 首先,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输入滤波电路设计的很小 一个225W的设计,使用的却是很小的输入滤波电路 这是因为我们使用了连续导通模式的PFC电路 从而降低了插模EMI 我们用集成在HyperPLC里的控制器把LLC和PFC的开关频率锁定在一起 这样就减少了开关产生的斜波噪声含量,从而降低了EMI 此外,因为我们可以控制PFC和LLC波形之间的相位关系 我们降低了PFC大容量滤波储能电容的纹波 你们可以看到,这个电源采用了一个很小的大容量滤波储能电容 从而显著的降低了成本 除了控制LLC和PFC波形的相位关系 HyperPLC也具有边缘重叠避免技术 大家可以看到,无论负载如何变化 LLC和PFC开关波形的边缘都不会重合 这样就降低了不同部分电路的相互干扰 并且简化了电路布板 另外,这个参考设计板采用了现在被广泛使用于平板电视电源的Tina Switch 3 它能在待机和无载情况下提供很低的功率损耗 这是一个关于Power Integrations的HyperPLC功率转换控制IC的简短介绍 RDK189,参考设计套件,参考文件和设计软件都可以从Power Integrations得到 如果想进一步了解情况,请访问我们的网站或和当地的PIA销售代表联系